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类似于暗器的武器是雍正帝手下特务组织所独有的 相传是茅山道人全清所发明的 它是一种外形类似于半圆形的东西 内部圈中含有一圈锋利的快刀 使用的时候就把雪笛子发射出去 扣在人的头上发动机关 等到再收回之时 对方的人头就被雪笛子带回来了 而对方也变成了一具无头的尸体 场面十分血腥恐怖 让人不寒而栗 这种武器类似于影视剧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 为了更能够迎合雪笛子这种武器的恐怖 影视工作者们发挥了想象力 将这种武器塑造成鸟笼或者草帽的样式 有的发射出去之后能够进行快速旋转 发出类似于现代马达高速转动的身影 有的则像是照相机快门一样 咔嚓一声 对方已然人手分离 另一种说法则是 雪笛子是一种剧毒无比的毒药 雍正帝专门使用这种毒药来铲除异己 小说中所描写的雪笛子 是一种皮革制成的袋子 袋子中含有这种剧毒 活人只要进去 一会儿的功夫就会化成一滩血水 袋子中的雪笛子 是一种毒蛇毒液 外加剧毒植物之也混合而成的一种药物 只需要一滴就能让人全身溃烂而亡 更让这个观点得到支持的是 在袋子中 雍正帝继位后 曾传给广西巡抚一封密照 密照的内容就是暗中寻访这种毒蛇跟毒植物 并且上面记载了雍正帝对这种毒蛇还有植物有着很深的研究 再加上雍正帝老蒙深钻及冷酷无情 也能从侧面反映了制作这种毒药也是有可能的 虽然说法各异 但是有一点相同的是 这种武器极其神秘恐怖 相传是雍正皇帝的特务机构年甘处的独门暗器 在雍正皇帝继位之前 他的处境对他十分不利 原本天下众望所归的是太子和十四王爷 但是康熙帝驾崩得十分突然 留下遗诏让雍正继位 令人可疑的是康熙驾崩时 陪死在康熙左右的正是四野党的主要人物龙科多 当赵志刚刚被宣布的时候 天下哗然 纷纷质疑雍正即位的合法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 雍正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 设立了特务组织年甘处 年甘处是一个特务组织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特工 身份地位的特殊性 决定了他们常常要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 而这些特殊的任务又大多是见不得人的 而在中国古代 十分信奉人头暴攻制度 也就是说只有提着敌人的头颅 才能向上级去邀功请赏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就研发了一种独特的武器雪狄子 雪狄子是专门取人手机的神器 只要将雪狄子抛射出去 照住敌人的手机 轻轻一提就可以把那人的头颅摘下来 这样年甘处的特务就可以带着人头 去暴攻请赏了 而且这种暗器还有一个特点 它不仅可以远距离地摘掉对方头颅 还能杀人于无形 是当时雍正抵挥下 年甘处的终极配备 至于雪狄子的由来 我国台湾学者崔雅慧 在江南巴霞研究一篇学术论文中 也做出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 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 对比找到了最早记载雪狄子的历史证据 雪狄子的第一次出现 是在《青史通俗演义》之中 作者蔡东帆通过创作 赋予年甘处最具杀伤性的暗器 原文如下 这雪狄子是什么东西 外面用隔为囊 里面却藏着好几把小刀 遇着仇人 把隔囊罩他头上 用鸡一把头便断入囊中 再用化骨药水一潭 里程血水 名字叫做雪狄子 这那雍正皇帝同几位陆林豪客用尽心机想出来的 相传 雍正皇帝麾下有一员著名的勇将 名叫年根瑶 他平定过西藏 青海 萝卜藏丹晶等战乱 为巩固雍正朝的皇权 立下过汉马功劳 据称年根瑶使用的武器就是雪狄子 他常用雪狄子在战场上取人手机 令人闻风丧胆 从这一点来看 似乎雪狄子的发明者就是年根瑶 在一部名叫《同龄传》的演艺评书小说中 记载了三个著名的高手 这三个人没有名字 人们都叫他们 知不言 懂不说 名不讲 他们失臣南海 雪狄子是他们的独门暗器 在康熙底甲崩之后 这三个人投到了雍正帝的麾下 他们把雪狄子的锻造秘籍 也出卖给了雍正皇帝 此后雪狄子就成了雍正的特务 机构年根处的独有暗器了 由此可见 雪狄子是这三个没有名字的高手锻造的 曾在南海某地出产 实际上历史中并没有叫做雪狄子这种暗器 不过蔡东藩的创作影响力极大 以至于大家都知道雪狄子 却不知道年根处 雪狄子一种暗器 它与唐门的暗器不同 唐门的暗器在于突然 这敌人好不防备之下发射 是可以在劣势中转败为胜的利器 雪狄子却是一种可以见光的暗器 百米之内发射雪狄子 可使敌人伸手易出 进攻结束后可迅速回收再次利用 将雪狄子归结为暗器 是因为它不像一般武器 可以手持进行持续的进攻和防守 即使像弓箭这样靠远端发送进行攻击的武器 近身也可以用弓进行防御 雪狄子则只能远程锁定单一目标 所以只能算是暗器了 除了清史通俗演绎的描述外 民国很多清野史中也有记载关于雪狄子的记录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1919年燕北老头的文章 满清十三朝宫位秘史中 对雪狄子制作方法的记载 这些记载只是片段 甚至有的野史记载只是一句话带过 那么雪狄子是怎样被老百姓所熟知的呢 这就要靠一本名为八大剑侠传的武侠小说了 民国期间小说相当于现代的电视剧电影一样 是最广为百姓传播的文化输出形式 而武侠系列更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小说分类 《八大剑侠传》的作者 是晚清到民国时期著名的医者 与武侠小说作家陆施厄 他在小说中对雪狄子进行了众末描述 更是赋予了这个武器的发明人 独特的创新留给了读者深刻的印象 从而得到了广为流传 雪狄子在小说中的杀伤力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他的粉丝也自然多了起来 随后陆施厄在他的清朝露林系列的红篇剧作中 多次将雪狄子供奉到神位之上 称为民国时期家喻户晓的神器 1922年雪狄子被改编为金剧雪狄子 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剧院舞台 随后电影雪狄子于1929年在上海上映 这是第一部以雪狄子为主线的电影 香港电影业发展起来之后 很多雪狄子影片开始上映 并传入台湾和大陆 直到今天雪狄子仍然是电影电视剧取材的热点素材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